在这个时候,我想示范一下去解释《圣经》 我们先用时间续续解释 我们现在将它联络在一起 留意每一个重点的字眼 在罗马书8章18节开始 我们不读出来,可以自己看《圣经》 经文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药 比起将来要显云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 我们先看英文圣经 King James是比较接近原文的 他说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苦楚 是不值得和我们将来的荣耀比较 这里说到有现在的苦楚 这可以包括人类所有的苦楚 就是普通的苦楚 也有包括为主受苦的苦楚 就不能够比较将来的荣耀 将来的荣耀实在是非常美丽 圣经有不同的地方形容神的荣耀 在启示录讲到 在讲到有七个灾的时候 开始之前 忽然间神的荣耀充满天上的神的电 他说没有人能够进去 即是直接充满到什么程度呢 他没有人 那天上就是圣徒 和有天使 这个应该包括天使 就是天使都不能进去 神的荣耀可以去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这么荣耀 这么美丽 在出埃及记33章也说到 摩西求见神的荣耀 神就答他 神就说 我要将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所以神的荣耀包括他的恩慈 也包括他的圣情 即是他的美好 在他的荣耀显露出来 即是当我们知道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 将来我们会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 这个显于revealed in 在我们里面显露出来的荣耀 就真的不足以比较 即是将来这个荣耀不单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 接下来说到荣耀和受造之物的比较 十九节说到受造之物 期望等候神的众子显露出来 说出两个群体 因为受造之物可以包括三类生物 一类就是天使 天使也是受造之物 第二就是人 第三就是动植物 但是这个经文肯定不是受造之物 不包括天使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二十节和二十节 说到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 因为天使不是虚空之下 他们没有生老病死 他们有生 即是神创造出来 但没有老病没有死 然后21节说到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 败坏的核制 他们是没有败坏的核制 即是他们没有病、老、衰败 所以天使就不包括在来 而到底包括不包括信主的人呢? 在21节也显示不包括不信主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 是不能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他们享受不了 所以根本没有提到不信主的人 好了 这个受造之物是否包括动静物和人呢? 应该是指动静物的 原因就是十九节分开两群 一群就是受造之物 就等神的众子显出来 就好像是另一群的出现 而在21节就说到受造之物 就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就好像是另一群体的自由荣耀 如果说过他自己 比如说我们等候我们的身体得属 众子就等候我们的荣耀 就不会说等候 好像用自己 就是神的众子等候他们自己得荣耀 就不会说好像受造之物 等候神的众子显露出来 他们的荣耀显露出来 所以这个受造之物应该是单是指动静物 就不包括信主的人 這個經文是動物和植物 宇宙和動物 當時我相信他們說動物是動物 我以為神是動物 但這個經文會答覆你的問題 到底是否動植物 在神的天國有沒有份 這個講到受到之物 切忘、狠切地等候神的眾子顯出 顯出來是甚麼意思呢? 大家看到我站在這裏 但我站在這裏和任何人站在這裏 不能分別 但將來會有分別 在二一節講到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即是真的顯露 那時真的顯露了 現了圓形 即是神裏的圓形 很多人說現了圓形是負面的 但在聖經中我們顯出 我們有神的榮耀是美好的 即是我們顯出 原來神的眾子 這麼美麗 有充滿神的榮耀 二十節 因為受到之物 復在虛空之下 他們在虛空 而虛空的意思是 21節可以解釋 即是上下文好的時候 可以解釋的 就是敗壞的恨制 敗壞就是會老、會病、會死 這就是敗壞了 受到之物 復在虛空之下 他們都會老、會病、會死 不是他想 那是因那叫他如死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神是命定動植物和人 都會死 即是沒有例外 都是會死 除了被神接去的那些 那些就是例外 然後21節 他們指望 其實原文沒有指望 原文就是 將會被釋放 脫離敗壞的恨制 即將來這些受之物 就會不再有敗壞的恨制 又不會老、又不會病、又不會死 並且享受 這個享受 原文是進入 是進入神二女自由的榮耀 那進入是甚麼意思呢 進入 進入是 意思指 他們就這樣看一看 還是他們在他裏面呢 這個榮耀是跟他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他只有一個體字 神二女就很榮耀 他只有一個體字 那如果只有一個體字 叫做進入呢 如果只有一個體字 那是否叫做進入 進入 即是說 神的兒女就有這個自由的榮耀 他們都能夠入去 進入即是說 他們都一直在享受 所以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其實是一個愛動物和愛植物的人 是一個很開心的消息 其實聖經也有說 至少聖經也有說到 有不同的經文有支持這件事 第一 第一 在啟示錄有說到 生命樹有十二種果子 起碼有植物 還有那些水裡有魚 這是動物 另外 在以賽的書 有說到 獅子和牛 蛇和寶寶一起玩 即是說到一個情境 就是非常之和諧的 不同的動物 所以這個 是可以支持這件事 而這個經文是不同的 因為其他經文是一個形容的方式 這個經文不是形容的方式 是一個 簡直是一個 Li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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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字面的解釋 甚麼是Literal 我用一個 聖經的例子 Literal Figurative 這兩個字 Figurative 即是代表性 譬如說 天國好像一個人殺種 有種 種子落在不同的泥土 我想問你 天國是否真的有一粒粒的種子 你去到天堂看到一粒粒的種子 或者真的看到一粒粒的 不是 這是代表性的字眼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 你抱著耶穌就像抱著一棵樹 不是 他真的有肉 所以這是一個 figurative 即是一個代表性的說話 是一種比喻的說話 但這裡 剛剛這個經文 就不是比喻式的 是Literal 是直接說的 直接說的是甚麼呢 就是神的種子 會顯露出來 並且有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以及那些動植物 都會一起進入 進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譬如你說 受造之物 會否不是包括動植物在內 如果天事又不合理 不信主的又不合理 因為我們先講過 所以唯一 如果說到基督徒 沒有理由 基督徒等候那些種子出來 應該是 那些說話 會變成 基督徒等候他們自己得索 自己獻出榮耀 就不會說 好像等候神的種子 即是用了不同的字眼 用了不同的字眼 即是 就是 受造之物 等候神的種子 進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所以是講到兩個群體 這樣來說 即是說 一定包括動植物 因為沒有第三個群體 除了天事和人之外 沒有第三個群體 在世上 除了動植物 天事和人之外 受造之物就是這麼多 會否包括外星人 有些人會這樣說 聖經有一句說話 是有可能講到外星人 不過不肯定 別的受造之物 其中羅馬書八章 講到別的受造之物 是不是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外星人 因為這個是不肯定 這個不重要 不過 在這個經文 因為 這個經文所講的應該 包括外星人 如果有的話 聖經有一件事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聖經有一件事 在俄羅西書上說 所有都是基督 是藉著基督而造 又是為基督而造 所以如果有外星人 外星人都會認識耶穌 如果有外星人 他們都會認識耶穌 這個經文 即是告訴我們 受造之物 動靜物 將來都會和我們一起 享受 當然他們始終沒有兒女的身份 是有分別的 不過 他們都可以享受那種榮耀 其實對於愛動物 和愛靜物的人 真的會覺得很好 其實就算你不是很特別愛動物 你都會覺得 神真是很有聰明智慧 做很多種動物 當你認識的時候 你會發覺每一種都不同 當你認識小鳥 真的有很多種顏色配合 真是很美 神所創造是非常美 想到將來 動植物和我們一起享受 這是非常美麗的圖畫 我先示範一下 如何用經文來支持每一點 每一個詞是什麼意思 盡量由上下文解釋 或者由全文聖經解釋 這樣的適經就會穩妥 而適經有一件事很重要 如果經文沒有清楚說 經文沒有清楚說 全文聖經都沒有清楚說 我們就說 可能是這樣 不肯定的時候 我們都接受 未必是一定我們的想法 可能我們說 多數人都覺得是這樣的想法 但又未必一定 因為聖經要肯定 所以這種詩經方法就是 一定要聖經說了 我們才相信為神的話 就不是說 我覺得他就是神的話 你不可以說我覺得 一定要有證據 你會發現我一直是支持 用聖經來支持 這個是受益之物 是指導動植物 不是我覺得是 是經文支持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對於這種詩經方法 有些人會覺得 很辛苦 我讀書已經很怕讀書了 現在畢竟業了 以為以後 將本書拋開了 以後就不用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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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要讀書 好像覺得 好像覺得 嘩 什麼又要做小孩子 我經常都想不想做小孩子 小孩子要讀書 大學生你 其實讀書其實是一種 可以是一種樂趣 這樣查經是樂趣的 其實有一次 我信了主的時候 在團契 有一次有一個人來到 我們團契 他那次來團契說的訊息 是以後改變了我的 他就教我們分析聖經 問我們有幾個大點 幾個小點 當時人們都做了很多個點 他說這點可不可以合併在一起 他就說把這些大點合併在一起 有大點有小點 然後他就說 有些是 原因有些後果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因先還是得救先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因先是因 因然後得救 戰略就是 因然後指向得救 他就教我這樣 後來我就用了三種顏色去記錄 就是三種顏色 就是什麼呢 紅色就是 好像耶穌的寶血 就是因典 快救贖 和所有因典 就用紅色 然後藍色就相反 就是律法 警戒懲罰 綠色也是律法 不過就是教我們做什麼 愛人如己 這個是綠色的 審判就是藍色的 懲罰就是藍色的 那我就開始 聖經一本本地記錄 我不用用這個方法 我看我的經文 我已經馬上把經文拆開了 這是一個多年操練的 一個分析聖經的方法 以致 你解經的時候 你就不會 有些人解經的時候 很快就跳到別的地方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 他達到結論 到底結論是什麼 又未必很清晰 我們要學習 要把經文解釋清楚 我希望大家操練 下個星期回來 我希望你交功課 查一些經文 然後你就說 由這個經文 我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然後達到什麼結論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升 當你這樣做 你發覺你的思想 就會很敏銳 好像我這樣 我能夠專心祈禱很長時間 都可以 因為這個敏銳 專注能力是會提高的 但是我們要這樣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呢 有沒有些書先去教一下 剛才你說的那些 其實Depse裡面 有幾本書 十幾本書 都沒有你講過一些 是啊 我還沒聽 那就是說呢 目標不中嗎 可以絕對去錄 還有這些都有放上網 這些有放上網 不過未必立刻放上網 但是我們盡快放上網 那我想說 但是這個結論 是否就是說 剛才本身就是 想解釋十八節 然後有十九二十二十一節 來講回十八節 是 原來在受造之物的裏面 我們在受造的時候 還要等待 切勿 等到我們 在做神儀女的那種榮耀 怎樣去張興 我們的虎 現在的虎是十七歲 到時的榮耀更大 所以我們不需要 戒懷苦楚 是啊 沒錯 但是這個虎 第十七節說 就是基督徒的虎 第二十一節說 就是受造之物的虎 就是不同的 兩個虎是不同的 其實二十一節就是很被動 就是它本身是在敗壞 它想脫離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是神儀女的時候 其實就不同了 就是兩種的體系裡面 只有那個榮耀其實是不同的 神儀女的榮耀是不同的 還有神儀女都有不同等級的榮耀 這個我不在這裏說 之前我講過的 有不同的 日有日的榮光 適經的能力是會加強 那我就是由那時候 大約是十九歲的時候開始 一路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現在講三倍 所以我看聖經 是很快去分析很長的時間 並且當你看完之後 你又好緣記得 好 那我就講一講 這個經文 我們這個思想分析之後 有什麼進入呢 就是進入一種享受 哇 我現在受的苦 但是我將來顯出的榮耀有多大 哇 真是好 將來我們有極大的榮耀 比現在的苦大很多很多倍的 就算將來有一天 我們被別人折磨 被別人逼巴 這個逼巴 那個受的苦 所以我心裡就很感謝神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現在 其實有些人的經歷 會被我們作為參考 有些人去過天堂 就說了怎樣 他說那些植物會發光 現在都有的 看到草 那些草和拍出來的照片 是不同的 那些花也是 那些花 人造的生命 不像花那種清透 它裡面有一種光 但是去到天堂 更加不同 所以我們就說 哇 神真是好 將來我們有榮耀 還有那些動静物 都是有神的榮耀的時候 在天堂多麼好 多麼享受 還有有人去過天堂 他說那些花在唱歌 這些都是 以賽書又說到的動物 都是很和諧共存 那時候你可以跟獅子、老虎玩 牠們好像貓一樣 牠又這麼漂亮 但又這麼純 你這樣想到的時候 天堂真是好 神所創造的 都是非常好 我自己很喜歡觀察動静物 我觀察越觀察越發覺 也越看到神的創造 祂的智慧和美感 是極高極高的 神做的那些花 那些衣服 遠比我們這些做的衣服 更漂亮很多 那些看起來的質感 是完全不同的 神很感激你 那種的榮耀 神的榮耀 從祂的創造萬物顯得出來 年紀人